近日 浙江海警局联合公安边检部门成功侦破了一起特大走私案件 摧毁一个横跨浙江 安徽 江苏 山东四省的特大走私犯罪网络 对涉及采购 转运 加工 分销等环节的六个走私犯罪团伙实施全链条打击 2022年8月 浙江海警局在侦办一系列动品走私案期间 察觉到四人与多起动品走私案件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联系 通过梳理数起案件案发周边的监控视频 执法员发现该四人多次选择深夜时分 携带装有不明物品的黑色行李袋 频繁出入省内多家宾馆 这一系列不寻常的举动迅速引起了海警执法员的高度警觉 结合多年积累的办案经验 我们认为这四人极有可能在进行走私动品交易前的对保交易 即与走私链条上下家进行资金的对赌 结算与交接 而他们所携带的黑色行李袋 根据其外观沉重程度判断 很可能装满了用于走私交易的现金 经过海警执法员深入调查发现 应某 丁某等四人却有重大协议 由于该案案情错综复杂 涉及人数众多 涉案金额巨大 在获悉该重大线索后 浙江海警局迅速与台州温陵两级公安机关 进行案情会商 成立联合专案组 我们成立联合专案组 进一步信息共享后发现 该团伙在以往的动品装卸 转运等关键环节 已多次被海警公安等部门查获 然而走私分子异常狡诈 幕后核心成员时常遥控指挥 受证据链不完整 情报员不及时等因素影响 导致多次行动虽有收获 但涉案核心成员屡次逃脱法律制裁 案件侦办期间 走私犯罪团伙反侦察意识较强 多次对即将暴露其犯罪行为的 货物及证据进行销毁处理 企图阻碍案件的深入调查 对此执法人员拓宽侦察视野 同步推进人员 资金 船舶 货车等 多条线索实现了案件多点突破 通过调查执法员发现 该犯罪团伙在非法交易中 全程隐匿行踪 且由于关键性证据尚未浮出水面 贸然行动势必会惊动暗处的 上游犯罪嫌疑人 这使得案件的办理一度陷入了停滞 案件办理一度迟迟得不到突破 但我们迅速转换了思路 一部记名电话卡为突破口 在走私活跃地码头进行布控 通过沿途通讯基站捕捉信号轨迹 逐步锁定了走私活动的涉案货车 转运路线和卸货码头 与此同时 为拓宽侦察视野 实现案件多点突破 另一组专案力量将调查重心 放在了走私货物转运的货船上 专案组成员身着便装 深入走访摸牌 胎州宁波等地船舶修造厂 通过数个月的秘密调查 在数百条船之中 逐步缩小了嫌疑船舶范围 最终成功锁定涉案套牌船舶 随着人员 资金 船舶 货车等 多条关键线索同步推进 我们发现 该犯罪网络的健全程度 已经超出了最初预估 其触角甚至延伸到了 动品的二次加工 和市场销售环节 经过调查 执法员发现 四名犯罪嫌疑人之一的马某 多次凭借在越南肉类市场工作经历 不仅亲自策划 将走私动品 秘密转送至临近的江苏省 进行精细加工与更换包装 还通过其父亲弟弟的肉类销售店铺 构建起了一个高效的信息与物流体系 将非法动品 销往全国各地 随着案件侦办的深入推进 执法人员已经逐步厘清该犯罪团伙 包括其成员身份 转运路线 涉案货船与货车等具体信息 一条从源头到终端的非法犯罪活动线路 逐渐浮出水面 抓捕行动随即展开 考虑到该犯罪团伙网络结构十分缜密 专案组精心策划抓捕行动 在成功锁定了犯罪团伙具体藏匿位置后 专案组迅速调集了50余个抓捕小组 最终2023年4月27号 随着专案组一声令下 各抓捕小组纹令而动 经过一番紧张激烈的较量 52名主要犯罪嫌疑人被新术抓获 无一漏网 这群犯罪分子行动诡弊 频繁更换入焦点 尤其是海星成员马某 经常选择高速公路沿线 作为临时拘束 一旦察觉分析草动 并一直架出逃逸 企图逃脱法律的制裁 自此一条长期在浙江地区 作恶多端 危害深远的动品走私网络 被彻底斩断 该案共抓获犯罪嫌疑人52人 查实走私活动30余次 查证涉嫌走私动品2500余吨 香烟7.8万余条 涉案金额高达6亿元 犯罪团伙为躲避执法监管 在转运过程中 往往采用不具备 冷藏条件的货船与货车 致使大量动品 在运输途中发生腐烂变质 然而在高额非法利润的趋势下 这些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动品 经过忍动和改报后 依然悄然退下市场 直接面向老板心的餐桌 2024年5月至7月 经过专案组和台州检法机关的数月努力 该案一审公开宣判 15名主要被告人 分别判处3年至8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并处10万元至30万元不等的罚金 其余涉案人员正在审理中 中文字幕后